最新消息指出蒙特内哥罗首都波格里卡发生爆炸案 对象是美国大使馆 根据蒙特内哥罗政府发出的公告指出 昨天午夜一位不明男子 先是朝美国驻波格里卡大使馆的建筑物丢职爆裂装置 之后引爆第二颗炸弹自杀 由于事发时大使馆已经关闭 因此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基于安全因素 使馆员工也被告知隔天不必前往工作 事发后美国使馆紧急警告美国公民 在收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都不要靠近美国使馆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